歡迎收看海霞拼金記 我是吳宇淑 一般說起干貝醬 多半會想到澎湖 但這款得獎的干貝醬 是出自於桂林姑娘的手筆 她原本不愛吃海鮮 但嫁到台灣之後 為了讓胃口不好 食慾很差的兒子多吃點飯 就把老家做辣椒醬的手法 跟台灣人常吃的小魚干貝醬 結合在一起 結果不止兒子胃口大開 傳產老董也一次下單 1200瓶 成為地方創業的指標模範 來 可以試吃一下 我們的那個干貝醬 我們的跟澎湖的味道不一樣 這款干貝醬火辣奇數 澎湃爆表辣椒奔放紅葉 一整顆干貝沾滿椒香 徹底征服台客老陶 微辣 微辣 很好吃 很開胃 可以爬兩碗飯 它嚼勁更足 包含一些小魚干 那些配料 對 它整個香氣是很好喝的 一口一個干貝 小魚干也沒在客氣 台灣人熟悉的海味 搭上張彥均從小吃到大的辣椒 海陸雙拼一舉拿下 新住民創業競賽第一名 其實我只要一看到 我現在走到哪裡 只要一看到有辣椒 我就想到小時候跟奶奶一起摘辣椒 張彥均來自廣西 小吃後在奶奶身邊跟前跟後 不少童年的美好 是跟著奶奶在辣椒園裡度過 看到那個辣椒很胖 很厚 很好的辣椒就摘起來就把它剝斷 就開始叭叭叭那個皮來吃啊 所以有時候我奶奶講說 你哪是來幫忙摘辣椒 你根本就是來吃辣椒的 這辣椒園雖然在嘉義 張彥均卻總能看到老家桂林的影子 尤其福建姑娘無春美中的辣椒 是用有機肥料 在大陸姐妹之間頗有好評 這一種辣椒 就有點像我們以前家鄉種的那種的 你看這個肉質 肉頭它很厚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甜甜的 然後又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就是你看其實 為什麼我們做的辣椒 像別人說好甜 好香 其實我們不是加糖也不是加味精 它就是來自這個辣椒 它自然的香甜味 雖然下農地調辣椒不如上市場有效率 遇上大雨滂沱更只能暫時撤收 但提前風情瞬間勾起各種火辣又甜蜜的回憶 那個火辣椒的動作 跟我奶奶 小時候看到我來的好像 我說好快的 啪啪啪啪 會辣啊 然後會辣的時候就 我們家門口剛好有那個小河嘛 然後我奶奶就說把手拋進去 就手伸進去你看 蹲在那裡 不要動 他說等到你不辣了你才起來 這明明感覺是很辛苦的事情 怎麼被你們兩個說的感覺 好像很快樂啊 就 無法啊 這樣子就更辛苦 讓你吃掉 對啊 你覺得開心就開心 這樣子 這樣子算什麼對不對 樂天性格從料理的手法 也能看出一二 維持奶奶咄咄逼人雙刀流 比起電動調理機 手法略是溫柔 保留了辣椒的口感 只是會辛苦一家園 一度過著嗆辣人生 就會嗆到我 我公公婆婆就是 阿咻 阿咻 她說 阿咻 怎麼怎麼這麼嗆 就是我很感恩 就是我公公婆婆這點 對我就很尊重 就是他們也會支持我做的事 最初這辣椒醬是做來自己解饞 兒子出生之後 才刻意加進小魚干貝 把海味辣味混搭一味 他胃口真的很差很差 剛剛開始煮的時候 有這樣小孩子 媽媽好辣好辣 你知道我怎麼偏呢 我就說 好辣就是因為你吃的不夠啊 那你吃一口這個 然後再吃一口飯 你就不會辣的 為了幫兒子開胃 張彥均煞飛骨心 深怕鐵釘雜質挑不乾淨 買了強力磁鐵充當金屬探測器 各種雜魚 蝦米 小草 甚至脫落的小魚頭 也統統都要篩出來 這種頭就是你炒一炒 它就會更碎啊 更碎看起來就覺得它會髒髒的 人家都說我 怎麼說那麼龜毛 做到這樣自己累自己啊 張彥均來台之前在學校教中文 很會教學也有好學精神 明明對海味魚心有些抗拒 還卻勉強自己以做研究的精神 咫咫學習 就是為了想說做這個干貝醬啊 我還特地去澎湖住了三天 就是把所有店家的那種 干貝醬啊 都去試吃一下 干貝醬配麵 干貝醬炒飯 干貝醬配青菜 粽子配干貝醬 早餐 中餐 晚餐 加宵夜 其實真的已經快吃不下了 可是還是每一樣都要吃 每種食材該是什麼油溫 該花多少時間翻炒 全部都被拆解 大鍋子裡炒著小魚乾 小鍋子裡則在料理干貝 所有食材分頭處理 確保每一樣入口都是最佳的口感 你看這個小魚乾那麼大 那麼小 這個干貝那麼大顆 你同時炒的話 它肯定干貝還沒有熟 然後小魚乾已經焦了 你要做到每一種食材的口感都好的話 就是一定要經過這樣繁瑣的工序啊 用心對待海味食材 很快就被懂吃的台灣人發掘 還沒有得獎之前 有傳產的勞董 一次下了一千兩百坪的訂單 說了名之後 更是地方上的指標模範 這個台中叫台灣人 也很熬 有什麼都可以吃 住宿人的東西也很好吃 你聽到自己心情怎麼樣 從陌生的食材到透徹料理 從為自己解餐到現在在台灣熱賣 這一瓶辣味乾杯醬 記錄著張燕娟的創意故事 也見證了一段美味關係 一樣吃辣來看看重慶人怎麼吃辣 以往去吃麻辣火鍋 是不是習慣跟店家說 我要點微辣 中辣 大辣 不過往往餐點一上來 要嘛就是辣的沒感覺 不然就是辣到說不出話來 在大陸有個名列前茅的火鍋品牌 花了七年時間 累積了數億次的門店數據 開發出專屬的理事辣度 從微微感覺到辣味的12度 一直到連重慶人都受不了的75度 想吃多辣都有客觀的標準 下鍋輕輕一蒜 新鮮食材滾出一身香辣 這就是重慶人最傲人的味道 麻辣火 如今在重慶吃火鍋 嘴裡芒果不停 眼簽熱鬧繽紛 漂亮 耶 穿著便臉 生日慶生 已經是店裡的必備橋段 但這家在全大陸 開出900多家分店的連鎖火鍋品牌 還有一個大絕招 辣度分級 一般吃火鍋 我們大家都說微辣 中辣 特辣 然後第一次到他們家來吃的時候 就有聽到有度數的那種分級 然後就覺得很特別 但是45度還比較蠻適合大眾口味的 大家都能接受比較綜合一下吧 我是重慶的嘛 然後吃的也比較辣 這個是65度的 感覺很巴實 很過癮 以往吃火鍋 頂多也只有微辣 中辣 大辣 幾個區隔 在這裡跟白酒一樣 再細分 想吃毒辣 自己選擇 也讓盡著好奇 有辣度的底料 在舌尖上沉浸差異 現在我桌上有一個52度 跟店長是75度 店長是哪裡人 我是住在嘉陵江邊的重慶人 重慶人一般都是吃52度 那75度吃過嗎 75度也吃過 之後頭皮發麻 你要吃囉 我要吃囉 還好嗎 我還好啊 你要不要試一下75度 我現在有點緊張 還好啦 等一下我陪你一起流淚 所以其實75度 那個辣度的感覺 你吃過流淚是嗎 對啊 那你之後還會想嘗試是不是 還是會啊 因為辣椒容易讓人上癮 我現在深呼吸一口氣 好咧 怎麼樣 好 其實根據大數據來分析 只有百分之不到5的人 可以接受75的辣度 記者辣到差點講不出話 但隔壁道地的重慶人 我真的在裡面啊 我已經剛出來了耶 野莓比較厲害 辣到流淚最純紅腫 這個連鎖品牌 把辣度當成科學來研究 不只成立了專門的實驗室 還種植不同辣度的辣椒 研究員把辣椒裡的辣椒素 提煉出來後透過儀器 偵測出辣椒素多寡 還要套上公式 才能算出這個集團 自創的理智辣度 面積這個風越大含量越高 風越小含量越小 越矮的是辣椒素含量越低 我們每個人對麻辣 這個中辣特辣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承受的能力不一樣 就像白酒一樣 我們說到45度的白酒 52度的白酒 所有喝白酒的人都知道 52度應該是怎麼樣的口感 45度應該是什麼樣的口感 黃耳青的時間收集900多家門市 累積數一次的數據 發現17%的重慶人 能接受的是52度屬於大辣 45%的人能接受的是中辣45度 至於微辣則是適合老人和小孩的12度 都是多少年來這個火鍋市場上面臨那個痛點 廚師也是痛點 你給我點的微辣 我究竟要做多少那您才是微辣 對不對 就不知道相互的承受和認知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極需要一個標準化的納度 納度有了依許重慶火鍋的靈魂底料 還是斤斤計較 尤其是花椒的麻 全靠人工精選 熱潮逼出香氣 完美融合 辣和麻兩種相互衝撞 卻相互包容的奇妙組合 從2009年開始的這個火鍋底料集團 他們連火鍋底料都變成了 全自動化的生產過程 但是在新的品質會變質 因此隨時都派人堅持把關 經濟控管標準化流程 每月的生產計畫 更是要保證送入顧客手裡 不能有絲毫差錯 猶如他們的企業精神 這個集團氣派非凡 在2019年的上海進博會 曾經擺出天下第一鍋的麻辣盛宴 具體展現重慶豪放的碼頭文化 而在他們的實驗室裡 試玩辣度 未來要探測麻度 讓真正懂吃的人 在這一鍋紅通通的辣油裡 嘗出恰好貼合的味蕾感受 而這才是重慶真正氣質 大開大河中 仍然不失貼心信義 這道菜您肯定不陌生 那就是年節中經常出現在 餐桌上的佛跳牆 佛跳牆最早出自於福州的百年名店 聚春園有百年的歷史傳承 各種名貴食材 齊聚瓮中 炭火慢燉一小鐘價格驚人 可是您知道嗎 這樣貴氣的名店也開始經營夜市 地點就選在福州最熱門的景點 三方七項的對面 希望能做出像是台北士林夜市的口碑 湯喉經營剔透 凝聚豬般高級食材精華 味道融為一體 卻依舊保留鮑魚搖住的酥脆口感 這就是名菜的壓軸大戲 佛跳牆 國家首先是認定聚春園的佛跳牆製作記憶 對國家恢復出文化遺產 講到佛跳牆的手藝製作 首推這家福州百年老店 佛跳牆在這裡誕生 至今傳承到第八代 依舊兢兢兢兢 守候這傳統的好滋味 以佛跳牆文明的聚春園 其實他們都有專門的廚房 而這裡就是佛跳牆的廚房 可以看到他們每天 以二十幾種的食材加配方 熬至四個小時以上 才能將它端上桌 這就是剛才切好的雞 什麼都在這裡面 佛跳牆是大廚工藝的最終考驗 食材多樣 個性鮮明 要足以掌握 火候要穩定悠長 才能維持湯頭清澈 梁瑋華18歲開始 在聚春園當學徒 一直熬到現在 如今這道菜傳到他手上 在師徒口耳相傳的基礎上 更增添了科學的精準 傳給我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手口相傳 沒有一個標準化 重量由刻度為準 然後長度以厘米為準 寬長以厘米為準 然後都進行一個 標準化的一個切配 還有在煲湯過程 用多少重量 因為後面的這幾個做完之後 對我們今後後面的接待國宴 還有大型的一個宴請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一會兒那個味道包出來以後更香 剛才炒製完的食材放到炭爐上 進行四個小時的一個威脂 比起瓦茲爐 炭火的熱力顯得內斂 食材不至於過度翻攪變形 從料理到上桌 每個季節斤斤計較 這也難怪這樣一小盅350克 要價1800元台幣 但來到福州的饕客 還是取之果物 只是百年老店也要與時俱進 把對於美食專注 與堅持的精神 散播到每個層面 百年老店聚春園 他們過去主打的是高端客群 現在他們也向庶民美食來靠攏 雜錢經營福州版的士林夜市 距離聚春園總店 走到500公尺 就是著名的三房七巷 福州的夜生活 正要開始 美食街保安當起交警 拿著小滑板 把佔據在人行道上的電動車 彤彤班儀 全面進空 聚春園在去年的時候 買下了達明美食街 而且地點就選在地鐵站附近 正對面就是知名的景點 三房七巷 因此你在下午 享受完人文氣息之後 就可以晚上來到這裡 品嘗兩岸小吃 明年三四百公尺的美食街 以攤車為一個單位 從串串到台灣 鵝阿森什麼都有 如何讓客人留下腳步 業者各出其招 你好 來嚐一下車輪餅 可以買 在閩南語歌聲中端出來的 果然是台灣代表小吃之一 車輪餅 但紅豆內蟹來自東北 一道小吃融合兩岸 你要什麼口味 幫我推薦奶吃的嗎 推薦奶奶油一定要超人氣 經典招牌也可以 林哲雍來自三城 九年前西進 本來做的是服飾百貨 後來轉行改做餐飲 研究半天找上這個 小吃界的新藍海車輪餅 台灣還有剩餘價值的 可能是台灣小吃這一塊 我思考很少東西 因為本身我在經營賣場 對商品比較敏感 車輪餅這東西應該還有空間 之前有在泉州吃過 覺得很香 然後比較細膩吧 聚春園開闢這條美食街 主要是呼應大陸近日 力推的夜間經濟 擴大內需 活絡買氣 台灣的夜市 成為重要的參考對象 當初真的被吸引來了 因為在一個市中心的 心臟地帶 它就有破例把它規劃一條街 不都是我們當地地道 去規劃這個的時候 心態是很好的 但台灣夜市 它是一個日積業累累積 消費者認可起來的一個 我本來定位叫市場夜市 那這個用計畫心的是 比較倉促 也要經過時間 聚春園的庶名美食計畫 從去年二月推動 名店出手就是不一樣 他們將高端的餐飲管理經驗 打造出全新一代的庶名小吃街 當初也是根據我們省裡面 中央裡面要求 發展夜間經濟這塊 沒有一個像樣的美食街 一個夜市街 馬上成立了這條街 然後我們技術的集團 分別投入建設 那個投入餐車購買 然後管理 運營這塊 夜市最引發疑慮的 舊室衛生勘率製造噪音垃圾 週末經常有上萬人造訪 怎麼樣維護成為名店 切換重點 操車有油煙的地方 我們增加了進化器 減少它的霧蠟 適當的噪音 超過九點 九點半就不能開這個重點 三房氣象這個街區 本來就有人流匯聚 如今在厚重的歷史氣氛中 又增加活潑多變的庶名情調 百年老店戰線延伸 小時小點 福州夜晚不無聊 到處都綻放迷人景色 歡迎回到海峽拼經濟 大陸電子競技從2013年開始 被列為正式的體育競賽項目 隨著5G技術應用 還有資金的投入 電競產業一路蓬勃發展 相關人才缺口持續擴大 數據報告顯示 未來5年大陸電競人才的需求量 會達到200萬人 台灣選手實況直播主 看好市場積極吸進卡位 電競原來只被認為 是年輕人閒下時的遊戲 但是近年來觀念慢慢轉變 尤其大陸的LOW戰隊 連續兩年奪得世界冠軍 更讓電競成為熱門話題 電競職業選手風光無限 也成為很多年輕人追逐的目標 凡事試一下對不對 都是試一試的 我是有想法 想打職業 但是可能會有先做教練吧 不過職業選手畢竟鳳毛麟角 如果追不到夢想 換個夢也可以 2003年大陸體育總局正式批准 將電子競技列為 第99個正式體育競賽項目 電子競技正以飛快的姿態 鴻勃發展 010是戰隊的領隊 除了指導隊員們比賽 也在趁機培養他們往多元發展 因為電競的行業 它有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崗位 比如說它也可以往賽事的一個主播 還有數據分析師 裁判員 還有教練 包括一些就是說賽事方的一個設劃 等等的一個行業發展 不要僅僅玩遊戲 我們希望就是說 帶給良性的一個多方面的一個發展是最好的 林逸林以身作則 考取了專業的裁判資格證書 對於芳心惠愛的電競產業來說 到處都需要出人才 到處都是就業缺口 這一個的話以後在各個比賽的時候 都需要到裁判來執行公正公平的一個比賽 所以這一個職業的話 他們也相對就行業有相關的需求 鋼區 大陸電競產業蓬勃發展 預計2019年 大陸電子競技使用者將會突破3億人 全年產值突破1000億元人民幣 龐大的商機也吸引很多台灣青年前來巡夢 鋼夢是這一次的王者榮耀總決賽的 官方解說來自台灣 解說台上颱風穩健游刃有餘 台下從事的還是摯愛的電競事業 我覺得他是等於說是把我的一個興趣 然後證明我自己說我的興趣 也是可以拿來成為我的一番飾演 那第二是對自己的一個鍛鍊 因為其實我們 我現在這個年紀其實還是大學生 也是鍛鍊自己在脫離學校以後 能不能夠去以自己的力量去爭取一片天這樣 林夢現在還是福州大學的學生 這些年在大陸求學 也伴隨著大陸電競一路的發展 對於未來林夢滿懷憧憬 這兩年都拿了這個世界冠軍以後 其實我覺得很多 各行各業人都投入了這個電競產業的一環嘛 會一直在大陸這邊發展 然後就是目前的話是想要 就是一邊繼續維持自己的遊戲水平 然後另外是透過直播跟短視頻接下來 增加自己的撲空率 國建省電競行業發展快速 未來通過多方努力 也在這個廣闊的市場裡面 善得先機 未來五年像這個電子競技員缺口大概200萬 這個電子競技運營師大概缺口150萬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 我們從今年開始真實了這個電子競技運動管理專業 未來的趨勢應該是從這個專業化 職業性 還有從綜合素質技能上 應該要有很大的突破 曾經只有少數人接觸 現在玩家快速增加 小小的愛好卻蘊含著大大的商機 也見證另一個藍海逐漸顯現